黄河新兵到 乾隆元年 十二位训兵带着每月的黄河水样 按照冠礼奔赴京城交叉 只不过这次略有不同 首先是其中六位训兵在提取水样时牺牲 其次是围守的黄河训兵 受一位高僧索兔 带来了一份特别的话剧 并指明要交给力部侍郎刘统训 刚开始刘统轩还以为是寻常送礼之人 正准备起身离开市回头一看 薰冰长跪不起的架势实在少见 揣得七分好奇三分比一 刘统轩上前问出一句 法师让你送这幅画的时候 给了你多少下跪的银子啊 小的不为银子下跪 小的只为一句话下跪 为一句什么话 法师让小的将此长轴 送给刘大人的时候说 天下苍生之福